帕克尼尼小提琴随想曲第24首是一首小型的变奏曲 是帕克尼尼小提琴随想曲中的最后一首作品 也是极富盛名的金扁名曲 此曲经一致到奥乎上后 大大增强了其技术难度 使其无论在音准上还是在快速换把方面 都具有极高的挑战性 一 八度音型快速换弦段落 在这一段变奏的旋律当中 因为小提琴的原谱是用双音来演奏的 但由于奥乎无法演奏出双音 因此本人就把它们改为分解的八度音型 并且用双倍的16分音符来演奏 从而增加了其演奏难度 在大跳把的时候 特别应该注意音准的把握 和不同把位指句间的变化 以及快速换弦的灵活性 减少换弦痕迹和换弦动作的幅度 不要给人以一种手忙脚乱的感觉 二 拨弦段落 我先来放慢地示范一下这一段 这一段落 要尽量听不出拉奏与波奏的区别 而且在演奏时 拉奏要非常短处 模仿波奏的感觉 具有一定的难度 三 极高音慢版段落 在这首乐曲当中 后半部分有一段像泛音一样的演奏 映色要极为的沉静而透明 但因为整段都在极高的第四和第五把位演奏 因而不容易控制音色 因此要特别小心气息的控制 最好要提着气 并且多用指尖去按弦 使整个手掌略外有些向外侧 像这样 这样就可以使音色更加透亮而清晰 没有杂音 感谢观看